有低溫特報但新店禁思堂人情暖呼呼 慈濟志工邀請400多位大台北地區的照顧部提早過年 政府單位也前來點燈為社區民眾祈福 更感恩慈濟人對社會弱勢的扶持 很多善的力量或者是說幫助人的工作 如果只靠工部門的話那麼可能都不夠 所以我非常的尊敬也非常的感恩慈濟人 這麼多年來在社會上的點滴付出 為了讓照顧戶容貌煥然一新 還有多位髮型設計師進行議檢 已參與議檢十多年的志工邱志良 感恩有機會對社會付出 如果能夠讓他剪個很舒服清爽的髮型 然後讓他好過年就覺得很棒 週五時刻醫療團隊端著美味的佳肴進行上菜秀 陪著照顧戶一起吃團圓飯 雖然是一個人不孤單 現在是多少人在我左右 多少的愛心 多少的關懷 我們心裡只有感恩 沒有別的 今年冬令發放的愛心物資也和往年不同 除了有營養的米果 五穀粉和福慧珍州外 還有一張物資卡更貼近照顧戶所需 慈善物資卡我們有分兩千 三千 五千 因為他們家人 家裡人口數有不一樣 他們都可以就進去採購他們所需要的一些東西 慈禧人用愛鋪路 光懷輔助 期望弱勢家庭能夠擁有貧中支付的人生 以此感恩互愛 共同迎接美好的來年 祝事如意 新年快樂 大愛新聞 王月份 莊國雄 台北新店報導 王月民開設 作詞 王月民開設 王 Claudia 王月民開設 王公司 王月民開設 王國雄 王月民開設